现在我们来看看四年级数学的第一课 总数与运算 黄冠1998 水晶球4697 宝石203 金钥石 57591 戒指 46080 金币 10万 12000 38517 5502 8万令吉 31784是几位数呢? 31784是5位数 3的数位是万 1的数位是5000 7的数位是百 8的数位是十 4的数位是个 3的数值是三万 1的数值是1000 7的数值是700 8的数值是80 4的数值是4 5位数比4位数大 所以 67551比8094大 万位数一样 比较千位数 3000小于4000 因此73220小 我们来看第二 我们来看第二题 因为他们的万位数都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大到小排列的话 我们就要看他们的千位数 所以第一个最大的是哪一个呢? 最大的是96821 第二个就是5的 可是他们的5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比百位数 百位数也是一样 我们比十位数 所以十位数比较大的是7的 所以是 95070 第三个是 95031 第四个大的呢 是93600 92643 上图中 135是基数 246是偶数 仔细观察 你发现到什么规律 135不能被2整除 246能被2整除 偶数能被2整除 但基数不能 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些数目 16能被2整除 所以是偶数 7不能被2整除 所以是基数 614能被2整除 所以是偶数 13能被2整除吗? 不能 所以是基数 9也不能被2整除 所以也是基数 82能被2整除 所以是偶数 91不能被2整除 所以是基数 100能被2整除 所以是偶数 55不能被2整除 所以是偶数 55不能被2整除 所以是偶数 55不能被2整除 所以是偶数 所以是偶数 0是偶数 而偶数 而是偶数呢 它是一个偶数的数字 因为它可以被2整除 现在我们来看下面这些题目 它的1是它的题目 1是万位数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近视值 我们要看它的千位数 它的千位数是2 所以如果大过5 我们就要近1去前面 小过5的话 直接全部归0 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所以答案它是小过5 所以它就是一万 4 我们就要看它是千位数 我们就要看百位数的 百位数这个是6 它已经大过5了 所以它要近一个1去前面 后面变0 所以变成25000 从小到大一个一个的数 所以3088加1 3089加1 3090再加1 3091加1 3092 所以还有4个才到它 第二题 有12000本 只要11970本 要怎样数 才能更快的完成 从大到小 5个5个的数 或者更快的 可以从大到小 10个10个的数 因为你看 12000去到 11990 是多少呢? 减了 它减了10 11990 再减10就变成 11980 再减10就变成 11970 从小到大 100100的数 5万 再加100变成 50100 再加100变成 50200 再加100变成 50300 加100 50400 再加100 就是50500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一题 38033 38036 38039 现在我们就拿大 减小 38039 减 38036 结果会得到的答案是3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从小到大 3个3个的数 所以 接下来就是 3800 42 接下来就是 3800 45 像我们来看这个 10万以内的整数 读法 按照数位来读 34567 读作 34567 中间的0 必须读 102 10 读作 10201 末尾的0 不必读如 98700 读作 98700 数列的规律 从小到大 100100的数 1万 2万 3万 4万 5万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它有三天 就是2月1日 2月2日和2月3日 它要我们找 RM30门票 在首两天 共卖了多少张 首两天 就是2月1日 和2月2日 RM30的门票 就是14267 跟10355 一共卖了多少张 所以是要拿来 加 14267加 10355 7加5是多少 所以7、8、9、10、11、12 它2加在下面 1就要拿去敬畏 然后6加5就是 6、7、8、9、10、11 再加1就是12 2又写在下面 1拿去敬畏 3加2等于 3、4、5 再加那个1就是6 然后0加4就是4 1加1等于2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24622 多少张门票 在2月2日通过网络售出 它售票处卖了 22,020 总数是卖了 33,840 所以我们就拿总数减售票处的 就可以找到网购的数目 所以呢就是 33,840减22,020 4减2是2 8减0是8 3减2是1 3减2也是1 所以答案就是 11,820 下我们来看简单的第一题 21,012 乘4 428 144 400 414 428 所以答案是 84048 下我们来看 加法和减法中的位置数 位置数 位置数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值 就叫位置数 原有八个磁铁 我在贴数个 现在有十个了 我贴了几个磁铁 所以呢 有八个 原本有八个 你加了多少个 它变成十个 所以将我们不知道的 用一个英文字母来代替 所以它是 8加A等于十 所以我们就来换位 8换去 移去后面 正变负 所以是 A等于 10 减8 A等于10 减8 等于2 托盘上的蛋挞 卖了9个后 就剩3个了 托盘上原有多少个蛋挞 所以根据算图 它的算式是 多少个减去9个 就剩3个 所以 9换去后面 它变成 正9 负变正 正变负 所以是 3加9 所以托盘原有12个蛋挞 卖了9个 还剩3个了 那这一刻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刻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